大家好 歡迎各位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Gris 現在踩過去貨櫃碼頭 Dark Art會在那裏開一個團 在那裏練車 我就在Instagram那裏見到 因為看到他寫著 任何人都可以過去參加 好像挺好玩 不過我就在大埔這裏出發 所以就有少少不受腳 現在的時間是7點左右 還有1小時15分鐘的時間 讓我踩過去 差不多去到大位了 現在的時間是7點23分 在時間上去看 應該就真的差不多8點3 可以進到貨櫃碼頭 現在的時間是7點半 正式進入大埔道 大埔道開始下車了 7點39分 大埔道 先走從米 這裡應該要轉過去 是啊 哇 唉呦 差一點點,還是半小時左右 歡迎各位來到貨櫃碼頭 現在就踏去8號迴旋處 應該是這個,地上這麼濕 先進去黃船洲拍張照片 完全不知道在哪個位置等 他們在哪兒等 他們在前面有個大迴旋處 好啊 踏出去就可以了 你拿的 好啊 2、3 那就是我們差不多出去都 踏一個小時左右 那頭的幾圈都可以的 之後就開始 我看到它是寫頭一個圈熱身 之後是七個圈TEMPO 是的 所以就是看到 那個平路很簡單 跟著先 阿Fat呢 阿Fat呢 清潔水而已,沒事的 喂,多謝 清潔水幫我P 你去吧,麻煩 好啊 很殘忍 對,多英俊 幾公斤啊 幾公斤啊 Kris 我的人 幾公斤啊 五萬一 電,七點二 我算上足,三或三 整個水筋啊 如果是arf count 喔,這很輕 這樣穿八個圈加四個圈 好了 八個 湯二把的圈 分出 四個 脆心水 那邊迴旋處剛剛洗完地有點濕 地上有點濕,踩單車的時候就小心點 現在第一個圈就是熱身圈 跟大家一起看 熱身圈我打算分享一些關於單車的文化 就是麗局 有些觀眾原來不知道什麼是麗三麗四 所以就分享一下 麗三就是逢星期三有一個團連 麗四就是逢星期四 如此類推 怎知道什麼時候是麗三麗四 什麼地點什麼時間 就要看什麼人做的 因為這些團是任何人都可以開個團出來的 例如說我自己 突然想開個團 星期六晚上九點鐘 就在綠頸那裏 這個團就固定的 以後我每個星期就說 這個星期我會開團 有麗六 大家自己可以晚上九點鐘到綠頸那裏等 就差不多時間開球 這樣踩三個圈 這樣 例如大家會明白去哪裏踩什麼時間 所以其實任何人都可以開的 有些人是自己車隊開 私底下一個團 一個群組開 有些就會開放 給不同的人去參加 所以這些團就是 WhatsApp Ig Facebook 上面的群組 可以自己去留意一下 所以真的很不定 就沒有特定在哪裏看 至於在哪裏玩多的呢 多數是清宮 即是很出名 清宮 還有綠頸 大埔舊路 這些都是比較多人知道的 也是比較適合單車去玩 因為始終 一班人可以讓我們去團練的地方是不多的 要找到一段是 即是條路比較闊 又比較小車去玩的話 就是這幾個地方 以前的話 還有一個地方 真的很棒的 就是創新 創新這個 首先在地方的地理位置上面 附近有大圍馬 安山沙田 大部分 那所有的車友就會去創新那裏練車 的人數是多過現在的畫面 所以那時候都很壯觀 而且都很好玩 而且那時候的路 因為條線不是只有一條 那些車是一定不會拉攏的 所以是不需要擔心拉攏的 不擔心塞住那些車 是可能有時轉彎的時候要禮樣一點點 那踏直路的時候就很爽快 不過現在就起了紅綠燈 還有多了車 旁邊又起了樓 所以就已經變得不適合去操車 那來到現在就可以看到 我們這一天就來到貨櫃碼頭這樣操圈 都是一班人這樣去練習去團練 那盡可能是不影響到道路使用者的情況下去團練 那現在就看這個畫面 差不多就踏完這個熱身圈了 我就直接飛到後面那幾個圈了 那來到這個圈 就大概已經踏了三四個的tempo左右 那麼繼續這樣看下去了 可以給大家看到這些數據 剛才熱身圈就沒有了 現在就給大家看了 那條路線圖就是L字形 左右兩邊都有一個回旋處 中間也有一個回旋處 總共是有三個回旋處 那條路的%就是長期都0% 基本上都是平路來的 就平過清宮 所以如果要練平路的話 真是一段純平路 來貨櫃碼頭就真的適合了 那條路好漂亮 又闊 還有它是沒什麼斜 所以開麗局的話 來這裡好像這樣踏就真的 嘩 適合了 那就第一次來這裡踏也挺好玩的 那現在這樣看下去 可以看到我的位置 其實是踏一個比較前一點的位置 那跟我以前拍的影片 有點不同 我以前拍的影片 多數都在最後尾那裡 因為那些團其實不是我開的團 那些團也不是說是很公開的團 所以我都不想太過打擾到別人的練習 就踏後一點點 這樣吃封尾 那現在就因為任何人都可以參加的 那大家都是平等 就可以踏前一點 也可以拍到多些不同類型的東西 給大家看 終於到 現在就繼續去 差不多去到最盡頭的 百號貨櫃碼頭的回旋處 就準備兜回頭 那就是我們一開始的起點 這個位置 這裏因為我進了去裡面一點 所以看到外側那一邊 有一位踏著多瑪的師兄上補位 然後我聽到他變速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卡鏈還是什麼 看到卡著了一聲 那沒問題啊 沒事 那他踏了上前 然後我就跟回後面 這樣繼續去 可以看到這裏一次過有三位的師兄 這樣移回去後面一點 然後前面現在帶頭的 是藍色衫的那位師兄 然後後面就是黑色衫 踏著多瑪的這位師兄 在後面就是我的了 不過這一天有一件事 真的很可惜 就是我忘了安裝後鏡頭 忘了再帶一部機器 所以現在就沒有後的畫面給大家看 所以真的很可惜 沒有後面的畫面 弄到影片不夠完整 有點缺失 不過不要緊 繼續看下去吧 不過貨櫃碼頭這裡卡出來 都比我想像中清楚 對啦 看看現在前面的畫面先 依然是藍色衫的 他移動了 現在就變成 黑色衫的這位師兄帶頭 那我就在第二位 其實來到這個位置 我是沒有看後面的情況是怎樣的 專注跟 然後看到黑色衫移動了少少少 然後他的速度慢了少少 還有他的頭看著他後面 那我就知道他應該是想 視野後面的人補位 那我就自動補上來 所以有時候踩單車 其實是不一定每一下都打手勢 都可以憑對方的肢體動作去溝通一下 然後我見到藍色衫的師兄 是加速補位再補上來 那我就再想 他是不是嫌我太慢 想來回一個高速 所以才這樣補位補上來 在我想的同時 看著前面的同時 再過這個回旋處 再看看後面 就發現後面的集團竟然是沒有人跟上來 那我就知道 嘩真是麻煩了 為什麼沒有人跟上來 因為我本身帶頭是覺得沒問題的 那這位師兄打了手勢 那我就上前帶頭了 對啦帶頭是沒問題的 但是問題在於 因為只有我和這位師兄的話 就是我和他互相輪流大頭的次數 就會比較頻密 對身體的負擔就會比較大 但是我其實不是太過想的 因為我想輕鬆一下 可以躲在集團後面 吃一下風味 那這麼快就踩到過來 中間 不是中間 是進頭的回旋處 那裡 來回一個順的入彎 順著這樣 對啦 來回一個過彎 準備出彎 出彎的時候 就會看到旁邊的集團追上來 但是其實旁邊的集團 跟我們依然有一個距離 所以其實只剩下我和這位師兄互相輪流大頭 那我就打了手勢 差不多了 那他就補上來了 然後我就去他後面吃一下風味 那這位藍色衣的師兄是不是想練習走車 所以才踩得比較快 還是這樣還是 他都同樣猜不到集團沒有跟上來 不知道 那這個時候我就開始想 我是不是要收慢一點 退回到集團那裡 但是不走車都真的這樣走出來 那不如再走多一陣 那繼續走下去 然後來到回旋處 那看一看 因為看到對面突然好像很多車 拉遠了一點的距離 預防萬一 看到前面藍色衣服的師兄打了一下手勢 然後看到旁邊是有很多師兄 是踩著小布 是不是小布來的 摺車團 應該是小布來的 因為太快了 是小布來的 那繼續去 那剛剛回旋處因為拉開了一點的距離 所以就要踩上來 踩貼一點點 踩貼一點點 我估計這位師兄應該都差不多打了手勢 真的打了手勢 那我就上前 但是這一下就是我最後一次可以幫到他帶頭的一個時機 因為一陣我就打算退回去等集團的人追上來 都不打算不停輪流這樣帶下去 累啊 打算留多一點體力去踩回大埔 因為我也要踩回大埔 那如果是 如果我住在附近的話 我想我可能會試一下 帶多一個圈 這樣輪流 如果帶到的話 去玩多一個圈 這樣踩其實都練到東西 而且挺刺激好玩的 那藍色衣服的補上來 嘩好快啊 那就加油了 我自己就慢慢退回去集團那一處 先放一下 我的喉嚨都要 都要休息一下先 出來 嘩嘩嘩 嘩嘩 看到很快 不知道是出回旋處才抽車 踩得這麼快 還是想追回藍色衣服的師兄才踩得這麼快呢 然後我就看位置 想進回集團裡面 但我覺得自己也挺不漂亮 這一下就看到後面 因為踩得比較高速 追上來 而我的速度也未快到 可以馬上進回去 所以就等下一個機會 就這樣進來 其實正常我應該要踩回集團 大概這個速度 但是慢一點 然後這樣進回集團裡面 即是說我應該要把速度差 是縮到最小的進去 就比較好比較舒服 現在的圈數應該是最尾的 還有四個圈 現在應該是尾四個圈 因為明顯看到大家的速度是踩得快了 還有一點點不同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隨心所欲 隨心所欲 大家就 會用力點去踩 再認真點去被火 去踩出來 所以看到速度都明顯快了一點點 還有大家的行動都進取了一點點 我自己依然跟大隊踩 都不會特別去做些什麼 出回旋處 現在一出回旋處 速度越來越快 由三至頭 立刻上到四至頭 43 數不到48了 已經上到去 上到去5至頭 即是真的5至頭 那繼續踩 看到前面的師兄打了手勢 我立刻打了手勢 希望後面的師兄看得到 有個膠袋在地下 對呀 聲音開始有點殺 再看前面 有一位黑色衣服的師兄 其實有很多師兄都是穿黑色衣服 繼續看 然後看到大頭的 其實那位是阿謙 他的綠色車很容易認得到 阿謙後面有另一位師兄 即是我前面的那位 心想 嘩 最後那幾個圈都要踩得這麼快 真是很爽 雖然說快 但其實因為被出來的火數 不是很高的關係 都不會踩得太辛苦 然後看到阿謙 退了下去 前面的黑色衣服的師兄 他帶頭 立刻打了手勢 嘩嘩 這麼快就輪到我帶頭了 又聽到阿謙大咬 還有三個圈 真的爽 三個圈都踩這個速度 真的不得了 那我就繼續帶頭 但帶到這個位置 我準備打手勢 看一看後面 但後面的集團竟然是沒有跟上來了 OMG 真是嚴重 所以看到那個速度 開始有少少收慢 慢慢踩過去 會算住了 那我想 純粹是帶頭的幾個 踩得比較快 所以後面的集團沒有跟上來 那 最後還有三個圈 最後三個圈 我就沒有跟上來了 嘩嘩 即是這個位置 之後 他們踩上去之後 我就沒有跟上 我就慢慢地 然後看到其他師兄 又 嘗嘗 這樣 那來到最後 都分享一下 一些感想 還有來一個 自己的反省大會 都可以讓大家知道一下 即是如果 沒有玩過 一些 勵局 會知道 其實踩這些勵局 可以學到什麼 那 就例如說 好像我剛才所說 我跟上去集團的時候 不是那麼好 我覺得入的時機 和我踩的速度 都配合得不太好 這一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然後還有就是回旋處的位置 因為我平時自己是 自己踩多 比較少是跟人一起踩 所以入回旋處的時候 跟我自己踩 都蠻不同的 因為入回旋處 你有分入去那一下 去到中間那一下 和出那一下 那 入去那一下 多數我是快了一點 去到中間那一下 會留意到前面的車 是慢了一點 那我還要收慢 以一些節奏的位置 就掌握得不太好 所以說不定 那一天都會影響到 一些後面的師兄 都不定 先說一聲不好意思 不過有時候 我都留意到其他師兄 都入得不太好 也有另外一些 車友 就告訴我 其實他們有玩開位局 他們就說其實玩禮局 自己都要小心一點 大家的實力都會有些參差 有些就比較好 有些就可能剛剛玩 就沒多久 所以大家互相照應 關照一下 提點一下 基本上一般的跟車 就沒什麼問題 我覺得 還有團練 我覺得最好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有心去玩開比賽 又或者你直接玩 就會知道 其實團練是可以模擬到 你平時比賽的環境 繞圈賽 還有那一天 有一位車友 是在大埔道 和他一起輪流大頭的回去 師兄 沒有你IG IG找回我 麻煩 我知道你有看這段影片 IG找回我 這天都玩得挺開心 有機會我都會再過 這forex 雖然不會太頻密 因為始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